要提醒您多留意了 台東有家長接到簡訊 要求說要家長回報小朋友 廉價出遊地點 甚至簡訊當中也強調 要填寫小孩名字 這看起來就像是 學校的防疫調查 想不到居然是 詐騙集團的詐騙簡訊 而另外還有民眾 在預購實名制口罩之後 接到快遞公司寄來簡訊 事實上原來這些都是 釣魚式詐騙簡訊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 清明廉價更因為不少人出遊 引發社會討論 沒想到這樣的現象 竟然被詐騙集團 拿來變成詐騙工具 因為台東有家長接到簡訊 內容寫著要了解 學童廉價出遊狀況 請家長配合填寫 最後甚至請家長 填上孩子的姓名 語氣筆法都讓人以為 真的是學校寄送的 但附上的連結 可能讓受害者各自被竊取 更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 把錢匯到詐騙集團的口袋 不止如此 口罩實名制2.0上路 民眾可以透過網路預購 再到超商林去 只是這樣的方法 也讓詐騙集團逮到機會 假冒快遞公司發送簡訊 讓不少民眾受騙上當 假冒快遞公司發簡訊 利用民眾急著購買口罩的心理行片 疫情蔓延 民眾齐心抗議 遲遲防疫的同時 也別忘了小心謹慎 避免核包失血 記者綜合報導 我可以說 啊